8公分75公斤 這球做短打點成了捕手後方的飛球 哇一個精彩的守備啊今天金門農工的 但是裁判老實是認為這個球好像是已經有些露了出來啊 這時候金門農工的裁判人士上來要來做一個抗議了 剛剛楊素維啊剛剛這個飛球在本壘後方的小飛球啊用滑接的方式 這時候金門的教練呢是上場來跟裁判老師討論一下剛剛這個飛球是不是有 這個 誤判的情況 來看一下重播這一球呢是點的比較不好了直接點到了 這個 補手後方的飛球 看這個樣子應該是有確實的接到了 是沒有接在手套裡面但是呢 是 用身體啊 把這個球擋在這個 這個護甲的上面 但是球是沒有落地的情況這個時候呢 裁判老師要來做一個開會的討論了 由於剛剛這個 補手後方的小飛球啊 主審裁判老師呢是有點這個視覺上的死角沒有辦法很確實的看到 補手接到這個飛球的情況 不過呢在四位裁判老師討論之後呢還是判定剛剛這個球呢是個界外球 主審裁判老師 主審裁判老師好像似乎是認為這個球是沒有確實的接到手套裡面啦 所以 並不算是一個 完成 接殺的情況 那經過了這個裁判老師的開會呢 還是決定這球是個界外球 剛打者呢是要繼續來做打擊 不過場上的呂明俊呢 再等了一顆球啊 等到好球進來三陣出局了 也結束了這個半局 警文呢是留下的殘打也沒有得分 兩局打完2比0 教癲 雲刨 緊 savory 要再次 如果你想想想想想想什麼 梁很粛 chn рав 谢谢大家